工业车辆指的是设计用于搬运 牵引、推顶、起升、堆夺或在货架上分层堆夺各种货物 带有动力或非动力驱动装置的轮式车辆 广泛应用于物流仓储 电气机械、食品饮料、电子商务 汽车制造、批发零售、石油化工等领域 工业车辆主要分为机动工业车辆 牵引车、越野插车、手动和半动力车辆和固定平台搬运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插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 去年销量达到104.80万台 同比下降4.68% 仍占全球插车总销量五成以上 有15家工业车辆制造商年销售量超过1000台 20家超过5000台 根据美国MMH现代物料搬运杂志发布的 2022年全球插车制造商排行榜显示 中国共有两家企业机身全球Top10 航X集团以20.69亿美元的收入排在第八位 其前绅士成立于1956年的杭州机械修配厂 早期主要从事修配业务 70年代成功试制并量产CZ3插车 由此正式涉足插车领域 千禧年进行改制 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 如今集团下辖77家控股子公司 9家参股公司 员工超过5000人 产品包括1到48吨内燃插车 0.75到25吨电动插车 集装箱正面调 空箱堆高机 牵引车 搬运车 堆躲车 越野插车 高空作业车辆 强行机等全系列 多品种的产品 以及多款AGV智能工业车辆 规格品种上万种 晚两年成立的安徽插车集团 以22.58亿美元的收入排名第七 其前身为合肥矿山机器厂新厂 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 包括第一台侧面插车 CPCJ20型集装箱插车和25吨串感插车 如今已成为我国规模大 产业链条完整 综合实力与经济效益好的工业车辆研发 制造和出口基地 主要经济指标连续32年位居中国插车行业前列 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集团以合肥合力工业园为总部 在陕西宝基、湖南衡阳、辽宁盘景 浙江宁波、浙江湖州设有整机制造基地 去年销量达到26.08万台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1.91%至7.78万台 榜单发生了两处变动 一是克拉克取代法国曼尼通 成为石墙新面孔 去年收入同比增长11.8%至9.08亿美元 这家美国公司成立于1903年 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 1917年 尤金布拉德利克拉克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搬运插车 Trak Tractor 03年的时候被韩国永安集团收购 时至今日 公司累计生产超过130万辆插车 有超过25万辆在北美运营 35万辆在全球运营 二是科朗设备与三菱物结式互换位置 前者成立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 从俄亥俄州乡村的一间作坊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五家插车制造商之一 后者则拥有工业车辆系列最全品牌最多的供应商 由三菱组合并购TCM 力至优 阿特莱特 欧克拉等成立的 丰田自动织机诸事会社 凯奥集团 永恒力集团牢牢占据全球前三家 其中 丰田自动织机旗下拥有Toyota BT Raymond三个品牌和全系列产品线 2022财年收入同比增长5.9%至168.58亿美元 共销售316582辆插车 03年的时候 丰田插车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除上海总部之外 在天津 广州 大连 设立三家直销分公司 并在全国29个省市拥有26家经销商 65个销售网点和位于江苏昆山的生产基地 写在最后 我国插车行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末 在引进 消化 吸收日本 德国等发达国家插车生产技术后 积极对产品进行创新与研发 虽然合力 航插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 但与头部企业还存在不小差距 收入差不多 只有丰田自动织机诸事会社的八分之一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